游客冒险攀爬武嶺停车场山壁棱线 就为了和雾松景色和拍美照 一旁明明就有禁止攀爬的危险告示 但还是有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攀爬 险象还生 小区警方获报来到现场劝阻 结果有人不听劝 当场被远景开罚 南投荷欢山虽然寒流没下雪 但山头结了一整片雾松 仍然吸引大批游客上山赏景 而一群人爬山壁拍照不但违规 挤来挤去更挤出危险 另外台中武林农场清晨气温只有零下三度 彭家结了一根又一根的冰柱 就像电影冰雪奇緣中的美景 漂亮梦幻的冰柱一整列有如水晶灯游客惊喜不已 大家趁冰柱还没融化前留下最美的画面 另外中横公路台八线 雌人以上到碧绿神木一带 因为云雾多遇到低温形成雾松 整片山头像披上薄纱 两边露树洁洞犹如水晶森林 景色美到令人窒息 这波寒流虽然水气不足 但是低温在各地高山形成雾松美景 还是让追选游客觉得不需此行 欢迎新闻 华旅旅 周大强 张一军综合报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